据俄新社12号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 美国故意颠倒黑白 断言粮食供应危机是俄在乌行动的后果 他在声明中说 基辅当局在港口水域布雷 阻碍船只向他国运送粮食和其他商品 与此同时 俄方为协调开放人道主义走廊所做的努力 仍被忽视 安东诺夫指出 美国执意推脱自己造成的失策责任 并声称对俄限制措施 不会影响粮食和化肥供应 俄方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现状深感关切